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Leslie 你好嗎? 80年代中期,無論你去廣東到Canton Disco 海防到Aparo 18 或沙田賓市滾足溜冰場 你聽到的歌,差不多100%都是英文音樂 例如Touch by Touch, Shalai Nenjo Tonight,這些Europe Beat的作品 如果你想聽到中文作品的話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當年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以上所說的場所一播出中文音樂 全場只會紅塘大笑 但是當年的Beyond音樂 的確確在以上的地方播出 去作一個宣傳 到底這件事情給了我們什麼啟示呢? 很多時候我們去做一些以前人不敢去做的事 身邊總會有一些唐邊學 有些會側目 有些更加會指著你來笑 但是如果你馬上退縮 認為自己深思熟練之後的決定 原來只會被人嘲笑 所以就打這個退堂股的話 這樣你只不過是把你的夢想的話事權 拱手商量給了這些唐邊學 你不妨想深一層 你從來根本沒有授權過這些唐邊學 去做你的人生的響導 從來都沒有授權過他們 可以參與你的人生大計劃 大使命 如果他們只是笑你兩夜 就令你退縮的話 這樣會不會覺得有些可惜呢?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可能是其他人不敢去做的 將來你所收回來的東西 是其他人一定得不到的 如果你想通這件事 我恭喜你 你已經向著你的目標邁步向前 甚至乎將會達到 其他人怎麼想 是其他人的事 根本與你無關 最重要的是 每個人所作的決定 都是自己負責的 這些同邊學 算了吧 聽歌吧 哈哈 一首 Lundie Mix的版本 送給大家 B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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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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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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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